不是神,又不是财富 爱天才的反善人听到这些一切话 请听下耶稣 耶稣得看守 你们就是那些在人面前显示自己文艺的 但是神知道你们的心 人看得比高贵的 在神面前却是可分布的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被伴养 人人都在努力争取进入他 天地的消逝 也比律法的一笔一画落空更容易 凡是修妻令使战 又是犯通奸罪 凡是娶了被丈夫修的女人的 也是犯通奸罪 有一个财主 身穿紫色袍子和细马衣 天天奢华艳的 因为有一个穷人名叫拉大陆 满身霓窗 被放在财主的门口 渴望得到财主桌子上 放下来的最大虫剂 甚至由狗来捡敞窗 后来 那穷人死了 被天使不带到亚伯拉罪的怀里 接着 那财主也死了 并且被埋葬了 财主在阴间的盾口中 紧握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罪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 就不断说 我父亚伯拉罪 可怜我吧 请打发拉萨路用指头 沾点水 凉面上我的舌头吧 因为我在这所厌力 极其痛苦 可是亚伯拉罪说 孩子啊 你刚想起 你一生怎样想了